目前还没有缺席消息 美西时间12月12日 根据洛杉矶华人资讯网的记者报道 据美国国安局公告 凡有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的外籍人士 通常不允许入境或是成为合法的永久居民 最新规定将公共负担的定义为36个月 享有一项以上的公共福利 且超过12个月的外籍人士 然而并非所有的政府福利都会让人成为公共负担 华部服务中心替民众解忧排律 于洛杉矶县社区法律服务处 及洛杉矶县消费者和商业事务部等相关单位 合办了公共的负担座谈会 请专家说明将于12月23日生效的最新规定 并分享了常见问题 有助于在境内申请身份 或是等候入籍的居民了解自身的权益 当日洛杉矶县县政委员苏利斯也出席了活动 进行了检疫的说明 显现出了这项法规对新移民的重要性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公共负担最终规则 将于2022年的12月23日生效 适用于在美国境内申请入境和调整身份的人 所有的变化都对移民家庭有利 并且为寻求公共福利的移民家庭增加了保护 公共负担审核仅适于某些类别的移民 包括通过亲属移民申请 或是职业移民申请签证或是绿卡的人 以及已经在美国境外连续居住超过了6个月 并试图重新入境美国的合法永久居民 另外 公共负担审核也会考虑到使用白卡支付的长期机构护理 新规澄清家庭或是社区护理不计算在内 在公共负担审核中 获得纾困金支票失业和税收抵免不被视为负面因素 在新规定中 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使用公共福利将不会考虑到公共负担 父母可以无后顾之忧的为孩子申请所有的公共福利 包括现金援助 在民众申请福利时 信息将受到保护 民众提供给当地的公共福利部门的信息是保密的 公共福利部门不会跟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分享个人信息 公共福利部门联系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只是为了核实移民身份 民众不必要透露未申请福利的家庭成员的移民身份 也不必提供社会安全号码